检署针对了桃园红仲秋案的三名被告召开集压庭 而现在裁定三个人通通收押 因为桃园地缘认为三个人事后还有联络 马上连线给记者吴一辉 好 主观观众 这个集压庭的结果可以说是出现了戏剧化的发展 在先天下午呢 经过评议结束之后 审判长他非常谨慎地来面对这件事情 逐字逐句地来念这个裁定文 一直念到最后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才公布这三名被告通通要收押 而且呢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一出炉家属可以说是现场情绪崩溃 但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 庭长他怎么说 您讯问被告何江中徐姓正犯左线三人 及综合全案卷证后 任被告三人犯罪嫌疑重大 且有事实 逐任有湮灭 伪造 变造 证据 以及勾窜 共犯或证人之余 任被告三人均有积压的必要 我们就来简述一下为什么这个审判长他会这么认定呢 他们从头事情的一开始呢 就开始来解释说为什么要收押他们 那一开始呢就是在视频会的时候 究竟洪仲秋为什么要被送禁闭 视频会照理来说会有十张的这个投票单 但是呢光是投票单的格式 他们这一些被告跟当初在处理的人 说法就不一样了 证人是说呢这个投票单是用A4的纸来裁切做的 但是呢这三名被告的说法却是含糊其词 这个部分就已经有出入了 再加上这个投票单呢原本应该要有十张 但是呢这个范佐先和徐姓正却说 一个说好像是剩下九张 另外一个说大概只有七八张左右 这个说辞又有出入 再加上呢这个正本究竟去哪里 证人说这个投票单的正本就在他的抽屉里面 但是呢被告却说不知道他们拿到的是银本 所以对于视频会的怎么样做出这样的结果 到底是谁同意让红仲秋送进币 现在变成死无对证已经查不到 到底是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决议 那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变成说说法有出入 可能就是让他们在这其中已经做了手脚 甚至在之后这红仲秋出事了之后呢 范佐先还曾经去跟证人说 很多事情你不要讲出去会害到很多人 因此呢审判长就认为说 你做了这样子动作会不会是企图要来阻挠某一些人的发言 是不是有串政或灭政的可能性 另外还有就是在7月9号当天呢 这红仲秋投期的时候 那时候呢沈威智他就有号召了所有的人去开会 而且这开会还不止一次 中午的时候所有的人开会就先提到了 就是网友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 要他们看看网友的这些回应以及争议点之后 再决定要如何跟家属来应对 那这样子其实很难不去讲到案情的核心 因此他们认为有串政的可能性 再加上要去红仲秋大家之前出发前 这个范佐先跟陈宜仁又被沈威智叫到房间里面去密谈 提到了就是说出了这个门之后很多事情 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你们要自己想清楚要谨慎 最主要的要让家属感觉得到你们的遗憾 还有你们的歉意 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跟一个沟通过程 也很难不触及到红仲秋死亡的真相 另外呢这个何江中他也利用机会 把他两年前在连江县的一个案子 他身为证人如何跟这个检察官来答辩的这个过程 他们逐字逐句列出来并且教导这些其他人 如果面对军检的询问应该要怎么来应对 当然他们的说法是只是希望这些下面的人 军检问话的时候能够据实以答 但是呢审判长对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怀疑 因为怎么可能事情这么简单 再加上这些过程 他们也都交代的很含糊 那会不会提到就是案情的核心 这一点也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除此之外呢他们也认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三名被告的说法都有出入 再加上为什么这个第一次交保 范左宪他离开了交保之后呢 却在8月3号的时候又回到五四两旅 而且以登记他妻子的名义是进去五四两旅的 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 是不是有某一些事实他想要掩盖 而且他进去了之后到底看了谁 这一点呢也相当的令人质疑 也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 他们认为他们可能有变造或未造事实的这个结果 所以才会做出收押的裁定 不过这样的裁定一出来 三名被告可以说是现场的反应都各不相同 范左宪呢他原本已经明显销售很多了 但是今天来停上的时候 他的一问一答可以说是情绪是蛮平稳的 不像之前口急的非常严重 他今天呢虽然面对审判长每一个问题 他都会沉默了十秒之久才做回答 但是呢已经没有严重的口急 而且几乎都可以清楚的交代人事实地物 但是呢当他听到了这个收押的裁定出现的时候 范左宪的神色非常非常的慌张 而且全身战斗不断的往回看 希望能寻求家人一直在看他的儿女 还有他的妻子到底在哪里 另外一名徐姓正呢他的情绪比较稳定 他从头到尾头都滴滴地聆听接受这个收押的讯息 而何江中呢他原本都是一个军人的身份 他出庭的时候都穿着军装 当然今天这个案子移到了桃园地院 已经不是在军省的体系了 所以他今天穿了整齐的衬衫跟西装裤 而坐在庭上的时候 他始终抬头挺胸 讲话的时候也中气十足 但是一听到审判长说 他被收押的时候 何江中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 摊坐在椅子上 而这时候呢听到这个消息一出来 何江中的老婆他在后头旁听 马上情绪崩溃 忍不住放声大哭 而也受到这情绪的感染 徐姓正的老婆也开始唾气 那其实呢家属非常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收押裁定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收押裁定出来之后 他们三名被告马上被送到看守所 而家属在离开的时候 情绪非常激动 不愿意回应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何江中的老婆 他的状况 是不是很难过现在被鸡押了 是不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答案 响应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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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范左线的老婆呢 也是带着一双儿女 是快快的 就是离开了法院 不愿多做回应 那徐姓正 范左线 还有何江中 三个人都当庭被上了手铐之后送往了看守所 那面对之后的这个法院的审理呢 在刚刚徐姓正的律师已经对媒体表示说 他们会在五天之内找出新的证据 还有新的理由会写好这个抗告书 希望能够提出抗告 而范左线的律师是表示他们会再研议 而何江中的部分呢 由于家属的情绪真的非常的激动 还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来想这个问题 那接续的很多的这个司法审理 以及这案件的核心 都要逐一被抽丝剥茧 而洪家的洪家人呢 他们也对于这次法院做出这样子的裁定 他们感觉到真的是 算是已经慢慢的在替他们找出事实的真相 他们相当的欣慰 对于审判长这样子的决定呢 他们认为说 的确是有针对事实的核心 再找出一些新事证 包括了他们今天也在庭上提到了 两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人物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269旅的这个宪兵官 他这个宪兵官 他是18人之中 被起诉的其中一个人 但是呢 他真的非常想要转污点证人 但碍于法令的关系 当初起诉的这个法条 就不是重罪 所以按照证人的这些法规的规定呢 他是没有办法转为污点证人的 但是他却说了很多关键性的证词 包括说当初他立足 洪仲丘的宋进币的公文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范左宪说人到文也会到 所有都会付完全 但是呢 后来人到了 这些公文却少了七大公文 他认为的确有问题 另外有一个是 五四两旅的蔡宗 他呢就认为说 洪仲丘的体检报告 根本就很有问题 包括了心脏这个栏胃 上面的状况也表示说 洪仲丘的身体状况 的确不适合宋进币 但是徐姓正呢 却在之后 火速的亲自帮他跑完这个流程 那这两个证人的证词 也许就是今天会大逆转 翻盘的关键 而后续的审理 持续为您锁定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